朋友们晚上好,今天聊聊月炮 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说 当某个人说什么你都想笑的时候 你离被那个人日已经不远了 假如这句话成立,那我的菊花有危险 因为有好几个男人,他们甚至不用说话 我看到就想笑,例如黄梓华,黄梓东以及黄梓涛 不过一想到可能会被他们日,我就再也笑不出来 涉事未深的少年总是把女性的友好误解成性暗示 这种年少惊狂导致的脑残,一时半火治不好 个别严重的终身不治 因为他们不管会错意多少次,依然坚信下一次可能猜对 这跟赌徒心理类似,总觉得下一次就可能赢了 这种想法在月炮界特别普遍,我把它叫做月炮心理 很多人因为这种心理,上当受骗 就拿网络月炮来讲吧 你现在朋友圈的局势,月炮风险极高,成本极大 很多时候你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结果也是竹狼打水一场空 现在的女孩子很多都做微商,对人都特别友好 如果遇到正直善良的微商,那还好 直接给你发个销售信息,你挨买不买 有些可能会提醒你,可以屏蔽他们的朋友圈 免得浪费你的流量 要是遇到心术不振的,你就麻烦了 至少也要被恶心一回,因为这些人惊得要死 如果你有约炮心理,把他们的友好当作性暗示 你唯有机可乘,有炮可约 那等待着你的就是被宰一刀 轻的是宰你钱包,重的是宰你的身 他们惯用的剂量是先和你沟通一段时间,培养感情 等你上沟再榨干你 因为一旦有了感情基础,面对他们提出的小要求 尽管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想想也会接受 毕竟快到手的炮,你不愿意就这样打空了 于是你硬着头皮,挨了他两刀 一般来说前面几刀都比较轻 往后会逐步加重 直到你扛不住,才会慢慢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然后明白约炮心理是多么的愚昧 随着科技的发展,出门捡到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如果真要捡到,说不定是别人下的套 同理,随着经济的发展 上网约到炮的概率也越来越低 要是有牛硬约,搞不好是个局 所以万不讲,真要约到个纯炮 你也不要太把他朋友圈的照片当一回事 自从手机有了美颜功能 很多姑娘不由自主的成了骗子 所以期望越大,绝望越大 且不说妹子,像我这种从来不发照片的 也都经常无心中被成为骗子 有一部分网友在网上听了我的声音 以为我是个阴气洒脱的帅中年 结果见到真人照片,三观尽悔 虽然我长得白白胖胖 但看上去就是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所以那些因为我的声音 而对我的肉体有过幻想的姑娘 在看到我的照片以后,便把我当作骗子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公众话后台经常有人问我 网络交友靠谱吗? 靠谱,绝对的靠谱 不过要注意,网络只是拓展了我们的交际方式 只是交际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现实中的物理接触,网络是无法实现的 它只是让我们更容易结识到新朋友 而进一步的感情培养 还需要现实中的来往和互动 需要真实的了解 还有网友问我,网络约炮靠谱吗? 这得看你的判断力 如果你长成我这样,还有人主动搭讪你 这时,你就应该警惕起来 想想你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人家 是不是想不到咧? 对了,想不到就对了 人家就是来啃你的 网络有风险 约炮需谨慎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朋友们晚安 如果你愿意和我发展一段纯洁的友谊 请微信搜索陈基强三个字 关注我的公众号 我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那里晃荡 写一些青涩的文章 发一些朴实的录音 唱一些优美的歌曲 同时,我们还可以聊聊人生 理想爱情或者私生活 来吧 我在那里等你哦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